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九号 绿皮书根据调查数据称 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这个数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不少的媒体都以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为题目 报道了这个重大的消息 绿皮书指出 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 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最大的人口事件 莫过于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 其实这句话说的太轻描淡写了 从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来看 尽管每次重大的战乱和改朝换代都会导致人口急剧减少 但是中国人口的总趋势却是一直在增加 只要百姓过上几年平静的日子 人口就会迅速的恢复 而这一次的减少 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以来的总趋势 中国的人口将不再增加 而是开始持续减少 即便按照这个官方机构的研究报告 未来几十年 中国的人口也将大幅度减少 而实际情况可能要比官方机构公布的数字还要严重的多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这次做出预测的基本数据来源 是来自联合国的有关机构 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对世界人口定期有一个预测报告 关于中国的人口部分 联合国有关机构分为上中下提出了三个预测方案 上方案是生育率大幅增加 中方案是生育率小幅增加 下方案是生育率小幅度减少 中国社科院这一次的预测是 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 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 它就是按照所谓的联合国的中方案进行的预测 也就是说 他们确定了这未来十年 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增加 绿皮书提到 前两年的人口出生数字很大 其中全部出生婴儿中二孩的比例超过了50% 并以此说明 当局开放二胎的政策已经获得了成功 中国的生育率在提升 其实事实恰恰相反 二孩人数超过了一孩 这就充分说明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不可能持续下去 这也就意味着 2017年的人口出生的小高峰 只是长期禁止生二孩的堆积效应 释放完了也就完了 根本没有后继的动力 完全不会提升整体的生育率 很有可能 所谓联合国的中方案的这个数字 大概他们也不大相信 所以社科院又说 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 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社科院的这个报告 对中国目前总和生育率的预测是1.6 是指每位育龄女性平均生1.6个孩子 这就是说 她既不采用联合国的中方案 也没有采用联合国的下方案 假如生育率不增加也不减少 而维持在1.6的水平 人口负增长就会提前三年到来 这个报告认为 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挡 从现在开始急需展开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不容小觑 非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为什么中国最权威的机构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不使用中国的调查统计资料 却要引用联合国机构的数字呢 莫非联合国的这些机构能够在中国进行中国人口的统计调查吗 这恐怕是中共当局不能接受的 而中共恰恰有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有严密的调查机构 中共这些权威研究机构理应掌握这些原始的调查数据 据网上的一些消息 联合国有关中国人口的基本信息 完全受中共当局的影响 甚至关键的数字可能就是中共当局提供 一个符合逻辑的判断就是 中共当局非常希望让中国的民众相信这个报告 所以才故意引用了联合国的有关机构的数据 无论是社科院还是中共的最高当局 他们的这个选择其实已经暴露出他们做贼心虚 另外这次社科院还引用了个数据 据称是世界银行的数字 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开始一直低于1.6 直到2013年回升到了1.6 2016年的为1.62 因此绿皮书认为 如果这个趋势能够得到延续 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就可以回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 事实上 中共当局在2013年的11月才提出 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5年的10月才决定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这两次政策的效果实际上都极为有限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而这个世界银行的数字 竟然和中共当局的政策制定时间如此吻合 甚至政策实施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连滞后时间都不存在 这样的世界银行的数字 可以让人信任吗 事实上 中共计划生育部门提供的数字 已经遭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质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他发布的报告 2019年中国经济展望 其中就写道 中国总和生育率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所谓的更替水平 也就是维持人口平衡的最低生育率 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母亲生两个孩子 但是由于儿童死亡率和男女人口失衡的情况不同 每个国家的更替水平的数字 稍有不同 中国大约需要生育率在2.2才可以维持更替 这个报告还说 最悲观的估计认为 我国近年来 总和生育率只有1.1至1.2左右 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根据有关资料的介绍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实际数字 生育率只有1.22 单位计划生育部门 以存在大量的漏爆为由 强行修改为1.6 而且根据最近这三年的情况 尽管当局在2016年全面开放了二胎 可是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字 却比2016年减少了 而2018年 中共当局虽然还没有公布全国性的确实的数字 但根据一些地方公布的数字来推算 2018年 中国出生人口与2017年相比 下降的幅度非常惊人 可能将减少200余万 甚至更多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山东省 2017年 该省的出生人口占中国的十分之一 2018年 山东多个地区却出现了人口下滑的现象 德州市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同比下降21.9% 维方市2018年上半年同比下降21% 青岛市一直11月份同比下降21.1% 辽城市2018年一直11月份同比下降26.36% 这说明全面的二孩政策根本不具备长远的效果 丝毫不能改变整个中国生育率的基本走向 而且中国的22岁至31岁的士林生育区的女性 在2015年至2025年的十年间将减少40% 这也就意味着 未来中国的人口将出现断崖式下跌 此前一直有学者高喊 狼来了狼来了 这回是狼真的来了 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推测 中国人口总数2018年已经开始绝对下降 易富贤在2019年新年的第一天发表了文章 2018年历史性的拐点 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文章写道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 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 2017年出生人口反而减少了3.5% 2018年中国全国活产数减少14.2% 抽样调查显示 2015年2016年的生育率只有1.05 1.24 2018年的出生人数只是2016年的83% 根据育龄妇女结构推算 2018年的生育率只有1.05%左右 低于1.1%是大概率 甚至可能跌破1.0% 易富贤估计 中国2018年的婴儿出生总数为1003-1万 与此同时 他也根据地方上的统计数据 估计全国死亡人数为1158万 易富贤的这个估计被众多的国际媒体报道了 也就是说 2018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出生人数 中国人口负增长已经开始了 这表明持续数千年的中国人口的趋势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事实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易富贤指出 如果中国政府不从现在开始就采取措施应对的话 中国未来面临的老龄化危机将超过日本 经济前景也将更加暗淡 其实 人口危机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在经济范围内 它将带来巨大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 有些将是灾难性的 作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保持一定的人口优势非常必要 由于中国独特的国际环境 周边强临环次 北部有俄国和朝鲜 东南有越南 南部有印度和巴基斯坦 其中四个国家拥有核武器 这些都是人口和实力在迅速增加的地区性强国 而且都和中国存在着相当的利益冲突 单单就国防来说 中国必须维持一支相当庞大的力量 来应对各个方面的危机 如果维持目前的200多万人的武装力量 士兵的服役期为一年的话 如果每年出生人口少于1000万 但兵源这一项就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 在人口问题上 中共的计划生育部门 一直在释放极为错误和荒唐的信息 甚至公然伪造统计数字 这其中固然由部门的私利在起作用 但是它实际上代表了中共最高当局的意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翟振武 曾经写文章说过 全面开放二胎后 每年将出生4995万人 以此来恫吓国人 事实证明 这些学者的结论 极端的错误 甚至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中共在人口政策上一错再错 关键原因并不在于这些没有良知的学者 而是在于中共当局 他们选择性的接受这些信息 实际上 这些无良学者 恰恰是猜透了主子的心思之后 而投其所好 实际上 中国的人口危机早已经无法掩盖 中共当局并非不知道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当局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 就是为了转嫁危机来赢得时间 人民日报在2018年的11月 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 应听过政策性调整 遏制出生人口大幅下滑 其中写道 人口问题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 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日前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中长期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议题 13位委员 两位专家学者和国家相关部委的负责人 齐聚一堂 进行互动交流 共商人口大计 但是 从这份报纸发表的消息来看 他们对人口急剧下降的危险 并不感到焦虑 相反 还在极力的否认和淡化 人口危机的影响 中共当局显然是已经意识到了强制一态化的危害 因而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有意淡化计划生于政策的恶劣影响 甚至他们故意伪造数据以欺骗百姓 从强制一态化政策的后果来看 它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能比中共当年的大跃进还要严重 历史已经证明 这可能是中共统治中国以来 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最严重的一个罪恶 由于中国人口的变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所以人口衰减有非常特殊的地方 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伴随着工业化 现代化而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 但是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 已经足以应对这种危机 而中国最大的问题是 未富先老 未富先衰 中国可能将永远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 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将非常的不利 中共这些年来一直把人口当作是一种负担 而不是当作一个财富来看待 当作国家发展的动力来看待 而且在中共的灌输之下 不少的民众也接受了中共这种荒谬的观念 认为人口大减是一件好事情 假如中国的人口从中共立国之后 一直维持在六七亿上下 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但是在中国的人口 已经发展到目前的十几亿的情况下 人口突然而且剧烈的衰减之六七亿 那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 所以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现有的人口结构 来考虑人口数量 固然 中国的人口减少以后 依然还在世界上畏惧前列 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导致严重的问题 孩子越来越少 那谁来照顾那些老人呢 事实上 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养老金无法支付的苗头 百姓不生孩子 最根本的因素是穷 生孩子成本太高 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房价太高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导致民众的生活压力巨大 养育成本上升 生活品质降低 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降低了结婚和生育的意愿 尤其是那些地方政府压榨百姓 而建设的小城市和县城 最终将会由于人口的急剧减少 而被放弃 这也就意味着 无数百姓挤待人的血汗将化为灰烬 我们知道 很多发达国家 在面临生育率大幅下降时 将会实行较为实在的福利政策 对生育政策的调整 服役成系列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来配套 以便有效的消除育林人群的生育固力 减轻其生育和养育的压力 但这对中共政权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政权完全是一个汲取型的 基本上只有压榨 而不提供社会服务 中国政权本身 它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 而且维持政权的成本 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中共当局不希望把资金和资源 用在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上 因为提高生育率 需要政府拿出巨额的资金 和大量的资源 而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 需要挤占尽可能多的资源 来压制百姓 所以中共统治集团 不愿意正视现实 最关键的是 他们并不想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 归根结底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口政策的问题 而是一个对民族的责任问题 中共为什么要编造谎言 因为他们现实需要 至于未来如何 他们并不在意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统治没有未来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最后人们就说到这里 рез湿 最后人们就是 精度 大家 炭 吗 砂 联ave freed 他们 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